如果我们要讨论公共问题 要讨论可验证的 可辩论的问题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这里所说的拿证据说话 拿你的论证和推理说话 如果你讨论的不是这些问题 OK 你怎么说都可以 你把你说的多么的高深 都没问题 无伤大雅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语言文字 就是我们的根本的属性 我离开语言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干啥 此时此刻 我正在用语言文字 隔空跟大家交流 我也知道语言文字 会充满了误解 很多时候由于语言文字 引起了人与人之间 各种隔阂 各种误会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语言文字 可能更难以去沟通 或者说如果没有语言文字 你当然可以说 在语言文字之外 我们可以说 有一万种沟通方式 没问题 我承认 我们可以找无数种沟通方式 但是我想提醒一点就是 所有这些沟通方式 都不是人的方式 你说我成为神了 我当然有神的方式 我成为别的物种 我有别的物种的方式 但你既然是人 我们就只能用语言文字去沟通 解铃还需细定人了 语言的问题 最终还得依靠语言去解决 而语言的问题 如果靠语言不能够终极解决 恰好反过来又说明语言本身的价值 因为语言代表的是一个过程性 而不是一个终极性 我们不需要一个终极性的东西 终极性的东西 取消了一切语言 取消了一切文字 取消了我们的一切存在的东西 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 没有语言 我们什么都不是 但有了语言 也许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 圈圈和不满足 但是没有语言 我们肯定什么都不是的 语言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而人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充实我们的语言 发挥我们的语言 语言的问题只能靠语言去解决 而解决语言问题的方式就是什么 我们更充分的去应用我们的语言